再來也要關心事就在今天上午 是公布了第五波新內閣人士名單 一字排開一起比讚 准行政院長竹榮泰率領新內閣成員 召開第五波的賴清德新內閣人士發布會 六位當中有五位是留任的政府首長 他們的經驗豐富 我希望他們未來加上更新更廣的視野 努力的讓朝野之間 因和解而共生 這次新公布的六名閣員中 有五位是現任留任或贈儲 包括財政部長莊翠雲 乔委會委員長徐嘉欽 台委會主委管碧玲 以及人事長蘇俊榮 而代理農業部長的陳俊濟 則確定接任農業部長 其中唯一的新連控 就是台南市研考會主委陳淑姿 他即將接任主計總處主計長 而這回六名部會首長中有四名女性 難道是因為近期外界頻頻之一 內閣女性比例過少才刻意安排的嗎 卓榮泰強調只要是適合的人選 他們都會征詢 而卓榮泰也被募集到 在21號時與前總統陳水扁的核心幕僚林德遜 坐在超商喝咖啡 也傳出包括羅文家 馬永成等扁朝人馬 都會進入內閣或國安系統 那天超商的咖啡 大杯的只要加十元就有第二杯 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 未來我們還有一些政務委員 這一點容許我往後再跟大家報告 用開玩笑的方式帶過 卓榮泰對還沒公佈的人士首口如瓶 不過距離賴清德政府上任 剩不到一個月 賴政府人士的雛形已經逐漸明朗 藉文文章宣台北蒼報道